那么立刻加入我们讨论 观众朋友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是连胜文遭到枪击事件发生之后 助理曾经出面转述 连胜文坚冲自己在枪击之前 有听到凶手 那么马面喊他的名字 没想到案发一个星期之后 出现了大逆转 郑立文在昨天的谈话性节目当中爆料 他说根据连胜文的笔录内容 那么转述说 连胜文当时只听到嫌犯骂脏话 已经不确定是否叫了他的名字了 连胜文遭枪击震惊社会 前范林政委到案后声称当时是误杀 但事后包括连胜文助理 及连胜文友人谢国良都曾出面驳斥 表示凶手就是喊连胜文的名字 冲着他而来 在枪击之前 他很清楚的听到凶手 对他喊着他的名字 并且喊出三字经 看着他 然后说连胜文一吸啊 然后骂三字经以后就开枪 讲到赞金截铁 马面就是冲着连胜文而来 只是没想到案发一星期 现在出现大逆转 国民党立委郑立文在政论节目上 转述了连胜文应讯内容 笔录中表示连胜文只有确定 马面骂了三字经 但不确定有没有喊名字 凶手当场有没有直呼连胜文的名字 就连办案人员都一度纳闷 整个晚会喧闹沸腾 怎么会听得见 只是连家从一口咬定凶手 就是冲着连胜文而来 到现在栏尾出面翻供 当中转折为何 也让事件越来越扑索迷离 三星文中报道 的确越来越扑索迷离 因为过去在一周当中 几乎你看到 每一天都有重大的发展 而今天的重大发展